Intel 发布Zeon 2100处理器 今天一早,Intel宣布推出新款制强E2100处理器,Zeon 2100。 这是一代神优Intel Zeon 3处理器的继任品。 基于Coffee Lake架构,14纳米加加工艺,支持C246芯片组,LGA1151接口,最大双通道64GBDDR4-2666ECC内存,规之散热。 Zeon 2100共含11款2104G不在官方路线图上,仅特定客户出货。 全系中最顶级的型号是Zeon 2186G,6核12线程,基础主频3.8级赫兹,单核加速最高4.7级赫兹,集成UHDP 630核显,350-1200MHz,支持4K。 HEVC10V,硬件加速,热设计功耗95W,建议售价450美元。 按照Intel给出的官方数据,Zeon 2100的性能,最多是Zeon 31200V6的1.36倍。 在财务3D建模动画等应用场景中,速度快了45%,高度在计算,速度快了33%,Zeon 2100级日起已经面向客户出货。 联想也同步发布P330工作站,戴尔发布Precision 3000系列,华为麒麟C110处理器将使用12纳米工艺。 华为Nova系列手机是主打线下渠道的,新一代的Nova 3手机将在7月18日发布,不过现在官方已经开始预定了,手机外观,配置没什么悬念了。 Nova 3号称是旗舰级配置,搭载麒麟970处理器,使用双区3D玻璃渐变设计,前置2400加200W像素双摄,后置2400加1600像素双摄。 值得注意的是Nova 3i手机,虽然它的配置不如Nova 3,但是它将首发搭载麒麟C110处理器,而且同样支持Pred Triple技术。 根据之前的爆料,麒麟C110是华为针对主流手机打造的,用于取代麒麟659处理器,而麒麟C110的命名,显然是跟高通骁龙C110有点微妙的联系。 工艺方面,华为确认麟C110将使用12nm工艺,显然是台积电继续代工。 而非传闻的三星10nm工艺,从官方曝光的性能来看,麒麟C110的CPU性能提升2倍,GPU性能提升2.26倍。 安兔兔分数从麒麟659的6万份提升到了13万份。 日前,苹果更新了13英寸和15英寸MacDoc Pro产品线。 本次更新重点,在于性能提升。 其中,13英寸版MacDoc Pro搭载英特尔第八代酷锐处理器,最高提供2万亿字节固态硬盘。 15英寸版MacDoc Pro升级至6核第八代酷锐处理器,最高配备32G内存,以及4万亿字节固态硬盘。 配备Redone Pro独立图形处理器,标配4GBTDDR,无显存。 同时,新款MacDoc Pro配备了Touchboard它取代了以往键盘最上方的功能键。 官方介绍它会根据你当前的操作自动调整,呈现直观好用的相关工具。 此外,新款MacBook Pro还搭载了Applet 2芯片,这是苹果设计的第二代定制化Mac芯片,它进一步提升了MacBook Pro的安全性。 更重要的是,Applet 2芯片为MacBook Pro带来了Siri,它随时准备为你打开APP,查找文档,播放音乐或回答你的问题。 价格方面,目前苹果仅公布了部分版本的售价。 13英寸MacBook Pro R56GB 8G版售价14,188元,512GB 8G版售价15,788元,15英寸MacBook Pro R56GB 16G版售价18,688元,512GB 16G版售价21,988元。 由于新一代MacBook Pro发布的实在是太突然,以至于不少刚刚入手老款MVP很郁闷。 不过,据苹果给出的公告显示,如果你入手老款MacBook Pro不到两周包含两周,都是可以选择无条件退货。 MIUI10第二批开发版公测,启动5月31日,MIUI10内测版发布,6月19日,MIUI10首批开发版公测启动。 现在,MIUI10正式开取了第二批开发版公测,第二批支持机型共17款,几乎涵盖了近几年发布的所有小米新机。 分别是,红米Note4X高通版,红米5A,小米5S,小米5S+,小米Note3,小米Max标准版,小米Max高配版,小米Max2,小米5X,小米5C,小米4S,小米4C,红米4X,红米Note5A标准版,红米Note5A高配版,红米5,红米5+,MIUI10开发版公测,收批支持机型共17款。 这样总共就有27款小米手机,可以享受MIUI10了,其他更多小米手机也会在后期陆续适配升级,不过注意小米5X公测推送延迟,具体发布时间请关注更新公告,和此前的版本升级一样。 本次MIUI10开发版升级,同样有两种方式,MIUI6789开发版,可进入系统设置,我的设备,MIUI版本,直接OTA在线升级,MIUI6789稳定版,建议首先备份数据,然后清楚数据,通过线刷升级。 三星今明两年将在NAND闪存上,投入150亿美元今年以来,Flash闪存供应充足,SSD的价格从去年的高位被打回原型,消费者终于可以慢慢挑选了。 据Showson YouTube报道,韩国产业链的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今年投资在NAND Flash闪存上的资本支出预计是64亿美元,2019年更是会提高到90亿美元。 这些投入首先适用于提高3D闪存的产能,包括位于平泽市和中国西安市的工厂,其次是先进技术。 本周,三星宣布量产第五代3DV NAND闪存,采用96层堆叠,单大32GB容量,领先竞争对手两年的时间。 EChance分析指出,三星释放信号仅是个开端,未来几年,SK海力士、美光、Intel东施、西数闪迪、长江存储、武汉新兴等,都表态在未来扩充闪存产能, 由此可能会出现供应量杀不住车的超调风险。 目前,全球90%的小尺寸AMOLED面板,都掌握在三星公司手中,不仅自家使用,还供应给苹果及中国公司。 此前报道称,三星为了吸引中国手机厂商,甚至把独家技术的OLED面板开放给OPPO公司。 不过在手机OLED领域,三星很快就要遇到中国厂商的竞争了。 韩国Yat News网站原引业内消息称,京东方已经跟华为签署了屏幕供应协议,将向华为供应OLED手机面板。 目标是华为Mate 20 Pro这是华为公司的旗舰机型,预计本月开始批量生产。 此前有报道称,华为与三星订购了6.9英寸OLED面板,最初被认为是用于华为的Mate 20系列智能手机。 此后又有爆料称6.9英寸的OLED面板,不是给华为Mate 20手机准备的,而是荣耀智能手机,新品所用。 华为去年的Mate 20系列手机中,只有Mate 20 Pro使用了OLED面板,今年Mate 20及Mate 20 Pro都使用OLED面板也不让人意外。 不过At News爆料称京东方的OLED面板直接用于Mate 20 Pro旗舰机上,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如果爆料未真,那就能说明京东方的OLED面板产能已经不是问题了。